路加福音第四章 耶稣充满圣神 由约旦河回来 就被圣神引到荒野里去了 四十天的功夫受魔鬼试探 他在那日期内什么也没有吃 过了那日期就饿了 魔鬼对他说 你若是天主子 命这块石头变成饼吧 耶稣回答说 经上记载 人生活不止靠饼 魔鬼引他到高处 顷刻间把普世万国指给他看 并对他说 这一切全是极其荣华 我都要给你 因为全交给我了 我愿意把它给谁 就给谁 所以你若是朝拜我 这一切都是你的 耶稣回答说 经上记载 你要朝拜上主 你的天主 唯独奉事他 魔鬼又引他到耶路撒冷 把他放在圣殿顶上 向他说 你若是天主子 从这里跳下去吧 因为经上记载 他为你吩咐了自己的天使 保护你 他们要用手托着你 免得你的脚 碰在石头上 耶稣回答说 经上说 不可试探上主 你的天主 魔鬼用尽了各种试探后 就离开了他 再等时机 耶稣因圣神的德能 回到加里雷亚 他的名声 传遍了临近各地 他在他们的会堂内 施教 受到众人的称扬 他来到了纳扎类 自己曾受教养的地方 按他的习惯 就在安息日那天 进了会堂 并站起来要诵读 有人把伊撒伊亚 先知书递给他 塔碎展开书卷 找到了一处 上边写说 上主的神临于我身上 因为他给我敷了油 派遣我向贫穷人 传报喜讯 向俘虏宣告释放 向盲者宣告复明 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 宣布上主恩慈之年 他把书卷卷起来 交给示意 就坐下了 会堂内众人的眼睛 都注视着他 他便开始对他们说 你们刚才听过的 这段圣经 今天应验了 众人都称赞他 经其他口中所说的 动听的话 并且说 这不是若瑟的儿子吗 他回答他们说 你们必定要对我说 这句俗语 医生 医治你自己吧 我们听说你在 格法翁所行的一切 也在你的家乡这里行吧 他又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没有一个先知 在本乡受悦纳的 我据实告诉你们 在厄里亚时代 天闭色了三年零六个月 遍地起了大饥荒 在以色列 原有许多寡妇 厄里亚并没有被派到 他们中一个那里去 而只到了 七东 扎尔法特的一个寡妇那里 在厄里索先知时代 在以色列 有许多赖病人 他们中 没有一个得洁净的 只有叙利亚的 纳阿曼 在会堂中听见这话的人 都愤怒田凶 起来把他赶出城外 领他到了山崖上 他们的城是建在山上的 要把他推下去 他却由他们中间过去 走了 耶稣下到加里雷亚的 格法翁城 就在安息日教训人 人都十分惊奇 他的教训 因为他的话 具有一种权威 在会堂里 有一个负着邪魔恶鬼的人 他大声喊叫说 啊 那咋类人耶稣 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 你来毁灭我们吗 我知道你是谁 是天主的圣者 耶稣斥责他说 不要作声 从这人身上出去 魔鬼把那人摔倒在人中间 便从他身上出去了 丝毫没有伤害他 所以有一种惊骇笼罩了众人 他们彼此谈论说 这是什么事 他用权柄和能力命令邪魔 而他们进出去了 他的名声便传遍了附近各地 他从会堂里出来 进了西满的家 西满的岳母正发高热 他们为他祈求耶稣 耶稣就走到他身边 赤退热症 热症就离开了他 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 日落后 众人把所有患各种病症的都领到他跟前 他就把手附在每一个人身上 治好了他们 又有些从许多人身上出来的魔鬼 纳喊说 你是天竹子 他便斥责他们 不许他们说话 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墨西亚 天一亮 耶稣就出去到了荒野地方 群众就寻找他 一直来到他那里 挽留他 不要离开他们 他却向他们说 我也必须向别的城传报天主国的喜讯 因为我被派遣 正是为了这事 他就常在犹太的各会堂中宣讲 他就常在犹太阳中宣讲